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這段影片可能會引起大家有些不安 首先利益申報 我不是針對某些人 因為之前也有網友跟我說 為何近來這邊KOL YouTuber 好像互相插對方 首先不是惡茶姐 不是插插的 也沒有任何插插的成份 只是有些事情我想不通 所以昨晚一直都睡得不好 我不是很明白 也有些不安 所以如果大家能夠釋除茶姐的疑惑 大家真的要踴躍留言 適除茶姐的疑惑 我不想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別人 因為這次要跟大家分享 令我覺得不安的影片就是高B哥的影片 她說外交部夫人 就電郵了她 是她的粉絲也好 是她的支持者也好 就電郵了給她 就告訴她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輝瑞的科技 就是輝瑞用的科技是怎樣 當中她的影片就是說 外交官夫人說輝瑞是新科技 主要就是把將軍打進你的血液裡 將軍會指揮你的白血 然後產生什麼抗體去對抗某些東西 她說是新技術來的 她說其實不是剛剛十個月的 其實很多年前都已經有個科學家這樣做的 一直沒有放棄到現在才叫成熟 這個令我很不安的點就是 她其實也有說過 香港人不需要太擔心 怎樣怎樣 我的不安點就是 究竟這個內容是不是真的 一個外交官夫人 給高畢哥呢 如果外交官夫人想 更加多人 或者香港的少民 不用擔心的話 她是不是應該 透過各大傳媒 影響力會更加多呢 你想想她是外交官夫人 不是普通一個網友 她一走出來就有大把鏡頭拍著她 是不是 還有我又會覺得 有哪些外交官夫人 是這麼有空呢 為什麼我說有空呢 大家知道她不是外交官 外交官現在都沒有人管香港 誰有空管理香港 你香港就因為要對大陸 是不是 更何況大家知道外交官夫人 是什麼 就是外交官旁邊那個花瓶 就是 失禮少少真的這麼說 所有外交官夫人都是這樣的 基本上就不理正事 所有正事就是外交官做的 夫人就是做什麼 陪她出席一些公開場合 公務的黑談 或者是一些外交事宜 出席一下就是這樣 基本上 你有沒有見過其他外交官夫人 會不會出來說任何事情 基本上都不會 通常是外交官出來說 那我就在想 那我就在想 究竟有哪個外交官夫人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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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知道香港是這麽地方 那麽 你不會說 黑文龍的外交官夫人 會出來說 他根本就不空理你香港 那麽 就 中國就不會知道 那麽 但香港它怎樣會理 對不對 那麽 那麽 一定是不會的 一定是一些懂中文 呀 因為 高比戶是用廣東話的 即即是懂中文 不一定懂廣東話 最少 要懂中文 要不然怎麼聽高畢哥 怎麼做他的聽眾 你想想 外交官夫人懂得聽廣東話 其實你手指一屈船不多 你不會想到夏蜜龍 江果共和國 又或者阿根廷 外交官夫人會懂得聽廣東話 你不會的 你要不就是那幾個而已 而且會注意香港的事項都是那幾個而已 我覺得是令我覺得很疑惑 第二就是他不斷地說 輝瑞的技術是安全可靠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說 他在說這個所謂的歷史研究是怎樣怎樣 我自己會覺得一個外交官夫人 她不是讀醫學出身的話 她怎麼會知道這麼多東西呢 她怎麼能夠這麼清晰地說這麼多東西呢 令我覺得很疑惑 你要知道外交官夫人 她是因為她老公是外交官 所以才是外交官夫人 但是她不是醫生護士 那為什麼她這麼清楚呢 正如梅拉尼亞 因為特朗普一個麻煩 她做總統 她才變成第一夫人 如果不是 她也不只是一個富豪的老婆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外交官夫人 為什麼外交官夫人 可以認識這麼多東西呢 還有 正如我講 如果她真的想香港人知道多些 為什麼要放高比哥呢 而不經各大暴障 或者各大媒體呢 你現在不是在賺國產嘛 你不是在賺科稅 國藥那些 你現在是在說輝瑞這些 應該有很多網台 有很多記者 會願意跟你發聲的 那為什麼不見得人呢 外交官夫人 我自己這麼想 為什麼要這麼神秘呢 因為大家剛才見莎姐 屈指一掃 其實如果真的有外交官夫人 這個人這樣寫給高比哥 其實 大家屈指一掃 是可以把範圍鬆得很小 大概會知道哪幾個 你想想一個國家有幾個外交官 是不是 而我計她是前 她又沒有寫她是前外交官夫人 就是外交官夫人 即是現任 一個國家有幾個外交官 最多一個半個 不是 sorry 是沒有半個 是一個幾個 一個幾個沒有半個 不好意思 沒有半個 外交官是沒有半個 都是幾個 所以屈指一掃 如果你真的推斷 是可以推斷的 但我想不到 然後我就會想 那 阿高比哥是甚麼人 阿高比哥是甚麼人 為甚麼外交官夫人 是你支持者 你是甚麼人 為甚麼外交官夫人是你支持者 又願意說這些話給你聽 那我就想 八九比哥你究竟是甚麼 那麼恐怖 那種恐怖 你明不明白 不是說他是哪種人 令到你覺得恐怖 是正常 你不會接觸到的 正常你是不會接觸到的 你一定是有些背景 你才會接觸到 如果不是外交官夫人 我當真是有這個人 他不知道你的背景 只是你的網友 他會說這麼多話給你 令我覺得 他不多不少可能知道 高比哥是甚麼背景 我心想 如果你只是一個生意人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我覺得 所以這件事是令我有少許不安 還有 那段片 基本上 我不敢說 是我的感覺 未必是事實 大家可以糾正我 有少許是唱好輝瑞 是有少許唱好輝瑞的感覺 讓我覺得 叫大家不用怕 輝瑞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很安全 那我自己覺得 他說的邏輯就是 把一個類似指揮官的物體 打入你的身體裡 他就可以指揮你身體 去產生甚麼抗體 去對抗身觀 由於自己身體 本身會排斥外來的 所以 要可能 某段時間 研究了那麼久 才令到他不排斥 我自己又覺得 可能這個概念是可以的 可能這個概念是可以的 但是你想想一下 我們身體的結構 是不是真的會 折立 這個所謂的指揮官 外來 正如你公司 有個人空降下來 不是你一直認識的人 你是不是接受到 你今天公司 你做了這麼久 突然空降了一個 有識人種 做公司 或者是你上司的上司 你會不會接受到 就是這樣 另外一件事 你怎麼知道 我當他真的可以 你怎麼知道 他打進去的指揮官 是有本事 我們香港也看到 高官是可以 是容官可以是廢的 可以令到 你本身沒有那麼差的東西 是變得更差的 是嗎 我們怎麼確保到 輝瑞送進來 我們身體的指揮官 是一個 精明的指揮官 他怎麼證明到 可能他送進來的 是容官來的 你要知道 身體是會排斥外來的 這個事實 但如果那個是容官 是容官來說 大領絡 明明可能要對抗 新冠的 或者對抗某些東西 他應該用 要製造十個士兵 就可以對抗 可以做完了 誰知道他不是 他用官在你 你一百個去打他 一定會打得贏的 但是連你自己身體裡的 細胞都打了 你怎麼知道這樣可以 現在好像 如果用剛才 高比哥的例子 現在那些人過敏 反應 是不是就是這樣 製造太多 令身體的白血球 製造太多過度的東西 令到他們起敏感 或者嚴重敏感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我自己這件事 我覺得很奇怪 令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經常覺得 高比哥又不是陳怡那些聰明女 純粹是拿view那些 我又不覺得她是那一隻 但總之我自己是覺得怪怪的 所以如果網友知道 究竟是什麼原因 可以解釋到這些 情況給我知道 可以釋除我疑惑 我會很多謝大家 我真是真心求教 因為我昨天想來想去 都想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麼神奇 有些事情真的令我卡住了 好了 今次就講到這裡 拜拜